哇 太陽好大 I'm doing the Chinese video since I have not done that 我現在想到一個成語 叫做 不能鑽牛角尖 因為我是傅錦丁 如果 你們知道這個成語 我們人不要鑽牛角尖 我今天 在想到 我這麼多的那個 漲的欠的債啊 什麼這個卡 那個卡全部沒有付 然後呢 我不知道你們 是不是會有這些煩惱 現在已經是十一月 我還沒有一個火機 然後我這個腸的 又裂的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說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 我有時候會常常 碰到這些事情 鑽牛角尖 表示呢 我現在收到一個賬單 然後他 一下子給我 加了什麼 35塊 說我是 Late Fee 說我是遲的 我就是還要打電話 跟他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過 好像 要等了很久 然後他一直幫你 放在那個錄影 錄影機上面 然後你最後 你還要跟人家講一遍你的號碼 然後你的密字 什麼東西 他還問你七八個問題 煩死了 所有的都是為35塊錢 就是讓他把它去銷 去銷這個英文叫做wave wave 所以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我講的話是這樣 鑽牛角尖 我突然會想到 我以前聽過這個話 牛角尖 但是 從來沒有想到它的意思 因為中文跟英文是很絕的 因為中文跟英文是很絕的 英文是有一個 叫做什麼 grab the ball by the horn 就是你要真的是 它是grab the ball by the horn 什麼東西 它的那個腳的最底的 那就是很結實 就是抓到很結實 所以呢 這個鑽牛角尖 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字 就是不要鑽到它這個尖裡頭 就沒有用 表示呢 我們這個人啊 我母親跟我講的 他以前說 是啊 你這個煩惱這個東西 哎呀 又是兩塊錢 拿一個American Express 不管哪一家啦 反正 有時候一百多塊錢 我是會爭吵 就算了 不然的話煩惱 煩惱你的血壓 又會加高 加高人家又讓你 哇 這個醫生要什麼 他們就訓練了 讓你要吃這個藥 這個藥是毒藥 因為他就賺了太多錢了嘛 現在他說這個什麼 American Medical Heart Association 他又講說 又把這個血壓 血壓的那個 你的危險的度啊 把它加低了 不是加低 減低 這減低呢 就是表示說 你以前是很好的 現在突然是說 哦 你有危險 你是高血壓危險 要跟你吃這個藥 所以他們又賺了 不是要有幾個 幾個億萬 Billions of dollars 這個Pharmaceutical 很糟糕的 嗯 我剛才想到 是說不要鑽牛角尖 然後呢 人啊 為什麼這個 血壓會高呢 因為我們就生氣 是啊 我說打電話 打了一個小時 跟他講一個小時 譬如說他算錯了 那個 我這個什麼卡 給我亂加錢 什麼的 像我就不知道 有的人說 算了就付給他 那你覺得如何呢 這一個字是鑽牛角尖 我覺得 覺得是 中文是很奇妙的 一個語言 對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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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